今年2月1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开通推特账号并发布了首条推文 上月3日针对美国 做出驱逐60名中国记者的决定 以及国务卿蓬佩奥 在推特上咄咄逼人的言论后 华姐在这个新战场上 开启了在线对人模式 华春莹在推特上反击蓬佩奥 做出卢下表示 对等论媒体机构数量 美在华有29家 中国在美却只有9家 论记者签证类型 美记者可以多次地入进中国 中国记者只能够单次入进美国 去年以来 有21名中国记者赴美签证被拘签 美国既然宣布游戏开始 中国必将奋陪到底 要不是中方两位发言人披露的消息 我们还不知道 中国驻美国的记者受到这样的对待 这与华盛顿口口声声的自由人权大相径庭 虽然中方率先地驱逐华尔街绿报记者 但这场针对媒体的战争 却是由美方发起的 吊销华尔街绿报三名记者的证件 其因是该报刊发了针对中国的 启示污蔑性文章 中方的反应只是就事论事 并没有涉及其他美国媒体 而美方则是无差别地驱逐中国记者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侵犯了中国的权益 而中方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击后 被美方升级为国家行为进行对抗 由此可见 华盛顿一些人的霸权思维有多么严重 这种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觉得全世界就该对美国拟来顺手 也不排除 有人就是想借齿挑起两国的对抗 把中美两国民众一步步地 引入大国决力的斗技场 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增长 特别是在诸多的高科技领域 实现了对美国的赶潮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而常规遏制手段失败后 就激活了某些人的冷战思维 蓬佩奥博尔顿 库德洛这样的人员名单 我可以随手地列出一长串 2月29日 美国与塔利班在卡塔尔前提了停火协议后 美国反长埃斯珀飞到卡布尔 去做阿富汗政府的工作室 并不会言从阿富汗抽身是为了应对高端战争 称这是朝着备战未来可能与中国的战争 这一更大目标迈出的一步 国务卿蓬佩奥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几乎天天在我们的新闻中刷屏 他们在全世界卖力的顺朗和兜售中国威胁论 满嘴跑火车的样子 让人既觉得可恨又觉得可笑 绝对是职业黑中 而美国新论反长埃斯珀 其对华的战略敌意 也完全不亚于蓬佩奥 埃斯珀这人1986年 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 曾在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服役 1990年至1991年 称以步兵营指挥官的身份 参加海湾战争 后来转入了陆军国民警卫队 陆军预备役任职 做分十分的硬朗和务实 去年12月 埃斯珀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 在欧洲东西 阿富汗我们可以把军队解放出来 我可以把他们撤回国 让他们整修和再训练 或者是把他们重新的分配到亚太地区 去中国竞争 去让我们的门友放心 去进行演习和训练 看作为美国核心决策圈的成员 国务卿蓬佩奥 国防部长埃斯珀等人的目标多明确 他们的言行绝不仅仅代表自己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 无疑都是在进行战前动员 动员美国社会和西方国家 采取冷战的方式对付中俄 这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有反恐战争 向大国竞争调整的避难结果 美国的民主共和 两党基本上尿不到一壶里去 在医保改革移民等几乎所有的问题上 进行着争纷相对的对抗 可唯独在围堵中国这一点上 能够达成共识 哪怕是俄罗斯也享受不到 这么高规格的待遇 美国这些人现阶段正在做的事 一是在国内凝聚各有阶层的民众的共识 二是在国际上搞统一战线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他们想在中美之间高储和汉界 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他们就想翻设法地搞事情 积累中美和中西方社会的敌意 理解了这个大逻辑 大家就会知道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在 南海 台海 港台等几乎所有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的地方搞摩擦 而三名侯尔坚绿报记者 因为他们的东家 刊发了鲁华文章被吊销政见 这是美国搞媒体战的一个借口罢了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 而西方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 只要中国不像二战前的日本 冷战时的前苏联那样 华盛顿的一些人想调动中西方和中美间的对立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面对华盛顿的挑衅 绝不能够无原则地推浪 反而该亮剑时就必须亮剑 能战方能止战 打赢才不会运打 在中美关系交往史上 这绝对是一个颠扑不迫的真理 我一直认为 美国人绝不像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 也不像中东那些不要命的原教旨主义 他们对实力这两个字的认识特别使心眼 昨天在解读阿富汗停火协议时 我就谈到这一点 由于18年的阿富汗战争 证明了塔利班是乐不起的对手 因此美国干脆说 我们做个朋友吧 只不过中美的博弈 肯定不会是美塔这一层横移 美国与塔利班比的是拳击 拳拳到拢 我们要和美国拼的是内力 中美斗而不破 看谁的内心更加悠长 化解在线对人 可不是单纯的和蓬佩奥打嘴仗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美方宣布 对被作为外国使团列馆的 无家中国媒体 中国籍员工数量 采取限制措施一事 做出回应 端处美方立即改行跟章 纠正错误 中方保留做出反应 和采取措施的权利 外交天团两大发言人 一位在推特上开启对人模式 一位在例行记者会上正面硬杆 就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先礼后宾 接下来 两国围绕媒体记者被驱逐的斗争 将会更加精彩 我们也会随时的为大家进行解读 作为近些年来 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我们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 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即便放在全世界看 也都是数一数二 有目共睹的 对于我们中国 为何能够取得 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的原因 大多数情况下 都认为是 我们中国自身的努力奋进 团结一心所知 然而有不少西方专家的声音 却把我们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关联在一起 一篇20年前 为何不阻止中国发展的文章具有代表性 美国专家在文章中谈言 那时候的美国根本顾不上这件事 陈兰如美国专家所说 我们中国的巨大跨越式发展 是从20年前 也就是本世纪初才开始的 那么20年前的美国在做些什么呢 答案是美国正在打仗 重视美国掌握着最强的军事实力 和最强的经济实力 但依旧被两场矿率持久的战争 拖进了战争泥沼 当中拖不了身 简而言之 这时期的美国除了打仗以外 的确无暇他顾 就在这两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完成了 其从善冷以来一直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派出了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代表团 从塔利班组织签订了和平协议 协议规定美军及其盟友 将会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内 陆续全部的撤出阿富汗 而作为对等条件 塔利班组织将会从协议签订之旅起 停止任何对美军的袭击 这份协议的签订 代表着美国进行的这场 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彻底结束 同样的也是又一场 美军没有取得胜利的 而同对手签订和平协议的战争 两场矿率持久的战争 拖住了美国所有的注意力 除此以外 也损耗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的经费 被消耗在战争当中 这也美国专家说 顾不上这个回答根本原因 奥巴马上台后 提出了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战略 但是这一时期 对于美国来说已经为时已晚 想要施移阻止行为 照已经不能够轻易做得到 美国这些年来 为了遏制我们向前进步 使出了各式各样的手段 无论是干涉内政 还是利用舆论攻击 或者采取贸易分杀 美国只认为 它的这些手段都能咒效 但实际上 在时任期来 却发现效果并不轻 但谁叫中国 日益发展强大 它动用这些手段 越来越看不见成效 在美国的强势打压之下 中国奋起的决心 变得更加坚定 西方国家 对我们实施技术分锁 但却阻止不了中国 进步的脚步 拜托